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测试出来的结果呢是75毫克每100毫升 是达到了一个饮酒后驾车的这么一个标准 有啤酒有鸭鸭 知道撞倒了但不知道是人还是物 这辆宝马车其实对于整个道路这个红绿灯 它是基本上是做到了一些就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 根本就不管红绿灯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子开 因为从它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因为它这个车子没有悬挂这个号牌 驾驶员他在这个事发以后 第一时间他没有选择停车 也没有选择就是报警 对这个伤者进行一个救治 那他这本身就违反了我们安全法的相关的规定 这就属于一个造势逃逸的一个行为 根据我们这个刑法的相关的规定 如果说是交通造势逃逸自然死亡的 那么就要追究这个有期徒刑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